所有金银的古山开往迄今的渡船 海角7号撞到了高雄港第一个出海港 以及我国的铁人号的军舰 来军舰圈起来旁边写 非海商法上面的船舶 但是军舰有没有船舶碰撞的适用 有写来旁边海商法第三条 好出得很漂亮 即使这时候渡船轮破裂 这时候海水就涌入了 而且铁人号的右旋遭受到严重的凹陷 使得渡轮船 渡轮的船长 船长特别宣起来 就宣靠弃船 好这时候发生了什么样的损失呢 乘客30人 还有乘客随船的机 乘客30人写1 机车20辆写2 经由大力轮安全的救助而无恙 好 大力轮是谁 救助的那个船 旁边写海商法的103条 对于机车的部分呢 有救助报酬 对人的部分呢 就没有 刚不是有两个部分吗 第一个是乘客30人 还有机车20辆 所以根据103条 对于救机车 对物的救助的部分 有我们的救助报酬金 可对人的部分呢 没有 但有参加分配之权 好继续来看哦 但非常遗憾的是 20人灭顶死亡 10辆机车呢 它随着渡轮 没有就是随着渡轮淹没到海底 所以经由高雄港 他们的海事评件委员会调查出来的结果是说明说 海角7号未遵循 大船让小船的国际海上碰壁规则 而且采取绕道海行应该负担70%的责任 来把70%特别圈起来 这时候铁人号呢 航行在当职人员当中 因为疏于注意而未依照这个碰壁规则 要有民敌警示 应该负担30% 好看到70%30% 旁边写海上法的97条一项 97条第一项 它在说明的是 对物的部分呢 虽然是比例责任 可对人的部分呢 第二项连带责任 写在旁边 事分就有关于运送契约侵权责任 运送契约写1 侵权责任写2 海南救助写3 传播所有人责任限制4 海事优先权5 评论之 好 它写的是一份意见书给高雄市政府 这题出的很漂亮 因为它不单单只是考我们传播所有人 不单单只是考我们的海南救助 还有我们的传播碰胀 它连前面有关于契约侵权责任 侵权责任一并的考起 所以这题出很漂亮 我们先写写看 老师写版书给各位同学 自己在下面也先练习看看 这题要怎么解比较漂亮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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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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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